盘点王者凭借一己之力改变规则的八个男人 特别是最后一位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看看你还记得几个 第八名 一夜之秋 也就是我们的孤王殿下 王者史上第一个用辅助打上国服的人 不仅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辅助 更是将白天的直播时间改成了深夜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辅助 他直接错开了和各大野王对抗路相撞的直播高峰期 在经历长达数月之久后最终他做到了 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辅助的重要性 但同时他也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 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直播 让他在最后一场直播中永远告别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只留下一句我累了让我睡一会儿 从此他就再也没有上线 也正是因为他王者重新更改了全新的健康系统 只为了让玩家适当的游戏 第七名 吕德华 要知道德华在巅峰赛中有句名言叫你菜华 骂你华菜华油里从而导致经常性欲分大惨 于是他就找到自己社交圈有着星月会员3的朋友帮忙 三番五次叫朋友打电话给星月客服恢复被扣的性欲分 官方不堪其扰就连夜修改了星月会员的机制 自此以后星月会员再也不能帮忙恢复性欲分了 第六名 晴浪 众所周知袁哥的傀儡被击杀后有20秒的空荡期 但你可能不知道袁哥刚出来的时候只有10秒的CD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袁哥技能翻倍的 还要从2018年的王者冠军杯世界邀请赛说起 晴浪残血 袁哥遭到Eastar三人围追堵截 面对左右围攻 晴浪丝毫不慌 直接利用袁哥的超短CD跑了大半个地图极限逃生 并且最后成功摆脱了三人的追捕 而正是这场比赛让官方紧急增加了袁哥的CD 并且大血袁哥 第五名 九成 都知道2022年被称为守约年 失九开发的四无尽守约当时震惊了整个王者圈 但真正开创守约统治的时代却是九成 当时九成凭借四无尽的伤害 以及百发百中的枪法一枪一个脆皮 三枪一个坦克把对面五人压得不敢出塔 不仅如此 九成还开创了独树一枝的中单守约 这也让守约成了非班必选的存在 但随着众多玩家抗议守约的强度超标 也让策划只好被迫将其削弱 导致守约的一二技能一销再销 这才让守约的热度下降 第四名 祖国人 他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官宇的机制 不仅开创了官宇吃三线的玩法 更是用承接官宇让队友和打野双双破防 对此策划不得不对野区进行修改 导致官宇在四分钟前不能推打野野怪的机制 那么祖国人的官宇究竟能让队友有多破防 即便在打野出六个宝石的情况下 也能强势将其代费 赛后更是反客为主 为队友送上信誉积分 这让很多玩家都哭笑不得 所以策划为了考虑广大玩家的游戏体验 不得不对官宇做出修改 第三名 孟磊 在2016年KPL总决赛 AG超完会对战swiper的比赛中 孟磊眼看就要输掉比赛 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用韩信孤身一人无兵线冲进敌方水晶 当时所有人都不理解他的做法 可他却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决定用实力为自己证明 并用了八秒的时间创造了奇迹 这一撞局也成了KPL最精彩的高光镜头之一 从而也让官方连夜修改了水晶的保护机制 第二名 吴恒 本以为修改了水晶机制后 担任偷家的名场面就会消失 没想到在2017年 YES先隔对战GK的一场比赛中 吴恒利用老父子的二技能免伤机制 再次实现孟磊担任吴兵线偷家名场面 吓得官方只好再次对水晶进行加强 从此之后水晶就再也没有被单带脱调拨 第一名大家知道是谁吗 相信你们都不陌生